白嫖平民之五虎将 五虎关张赵 赵云自然作为主将 本来关张应该是跟刘备去组桃源盾的 可是孙策阵营的冲车只能装在枪兵 让本来就没有枪兵队伍的我更是雪上加霜 作为白嫖平民 战法不全是加强便饭 所以赵云作为主输出给破阵行击 张飞作为副输出 由于契合张飞的战法积齐情妇 呸 积齐堕归只能用作用于盾兵 所以张飞带了绝地所向 营地官二爷作为辅助 上兵种大吉士和层胜增加伤害 不要问我为什么不带某某战法 问就是没有 好的 目前双方正在进行拉锯战 我方五虎重车欲冲击敌方天脸营杖 于是双方在营杖处展开交战 两军队垒 我方五虎枪斗智昂扬 敌方虎成功严阵一带 双方僵持了一阵开始交战 首回合 我方张飞准备发动所向披靡 并向敌方周代吐了口口水 敌方太史丝剑撞 盲向我方张飞丢了块砖头 由于敌方太史丝发动神社 开始连续向我方张飞丢砖头 并降低了我方张飞统帅 敌方主将甘宁找准机会处发会心 并发动破军卫胜 照着周代躲着他们的张飞 就是一个臭鸡蛋 打得我方张飞毫无还手之力 败下阵来 我方赵云见状不妙 发动战法刑击军略 并准备破阵催肩 目标只取敌方主将甘宁 不过由于敌方太史丝 用砖头给甘宁盖了股墙 导致我方赵云并没有打出伤害 我方赵云气急败坏 向敌方太史丝 扔了块香蕉皮 表示不满 第二回合 敌方太史丝转换目标 对着我方赵云就是一顿砖头 打得我方赵云 丢亏机甲连连夺斩 敌方甘宁 当然没有给我方赵云机会 跟着把门就是一顿臭鸡蛋 我方赵云招架不住 败下这来 战斗中 明帝二爷 全程打架猜 零输出 没有给观众一个好的交代 实在让人心寒 好了 这场战斗以我方完败而结束 更多精彩战斗 不要走开 我是木哥 我们下期再见